桃園平鎮一名女子在公园遛狗 但是没有牵牵绳 路人见状好心的提醒 没有想到女子呢 居然是口出恶言 还反骂对方 吵叫吵到一半时 女子的狗狗突然间跑掉了 民众将画面拍下来po上网 不少网友批评说 要是狗狗失控了实在是很危险 对此桃園洞保处表示 宠物没有牵绳 最高可以处一万元的罚缓 这样子却是底里 我没有牵绳吗 我 我就牵绳吗 我为什么要牵绳 妇女在公园遛狗没带牵绳 遭人提醒 不但不听劝还反呛对方 甚至口出恶言 裤子脱下来 衣服脱下来啊 都没水准 不停叫人脱下衣服裤子 双方吵到一半 妇女的宠物狗 还直接跳下椅子跑走 你的狗跑掉了 你的狗狗跑掉了 争议行径出现 桃園平鎮一处公园 近期有名众带毛小孩散步 看到一名妇女放任 自家薄梅犬四处跑 而且这只薄梅犬 还曾经咬过他家爱犬 让他出声提醒 但妇女不但不听劝 反言相向 甚至挑衅对方的宠物 附近民众则表示 这座公园 时常有学龄前的儿童玩耍 放任宠物的行为 真的危险 桃圆动宠说明 宠物媒千神还不听劝 最高可处一万元罚还 罚钱事小 若伤到附近孩童 可不是单纯花钱就能了事 记者林珠强同源报道